第68章 投窥安全问题 当罗峰和父母 弟弟齐聚一堂的时候 明月小区内又热闹了起来 因为主事区那边的会长 和三位主管 即将抵达明月小区 总教官乌通 带领数十位舞者在等待 今天会长和三位主管 怎么都来了 这四大巨头一起来我们小区 很少见的 这些舞者们议论纷纷 来了 乌通仰头看天 所有人安静下来 看向天空 一道流光破空飞来 而后减速 化为一架幽蓝色 飞碟型战机 悬浮在明月小区上空 开始逐渐下降 走 去迎接会长 乌通带领数十位舞者去迎接 至于其他舞者家属们 是禁止靠近的 这可是迎接会长和三位主管 怎么能乱糟糟的一群人围观呢 哗啦 舱门开启 阶梯自动延伸出来 一身黑色的周会长为首 三名主管在后 都依此沿着阶梯走下 见过会长 三位主管 乌通攻身 见过会长 三位主管 一群舞者攻身 远处不少舞者家属们 激动得很 低声议论纷纷 这可是极限舞馆江南基地市 这边的四大巨头 平常想见一个都难 嗯 周正永点点头 一群舞者秉息 像当初乌通带领罗峰 见到主管诸葛涛的时候 都是恭敬得很 可以知道 一个魏城的总教官 跟整个基地市的一位主管相比 地位是差很大的 更别说跟会长相比了 在会长 三位主管面前 所有舞者都拘谨得很 罗坚查史 在家 周正永笑着问道 安静 乌通和数十名舞者都愣住了 罗坚查史 这罗坚查史是谁 罗 罗坚查史 乌通一瞪眼 是罗峰罗坚查史 周正永微笑道 他可不敢大大咧咧地说 罗峰那小子 人家是他顶头上司 实力更是被极限舞馆最高决策层 评价为无敌战神 哪是他周正永一个中等战神 能惹得起的 罗峰 罗坚查史 乌通等一群人 有些发猛 旁边的诸葛掏笑着道 全球总部发来任命 罗峰战神 正式成为我们江南基地市 极限总会馆的监查史 我们这次来 就是来拜见罗坚查史的 罗峰 哦 罗坚查史在家陪着家人 乌通反应最快 连回道 会长 三位主管 需要通知一声监查史吗 我自己来通知 周正永微笑着拨通电话 乌通和一群舞者 都盯着周正永 电话通了 哦 罗坚查史 我是周正永 周正永一脸微笑 诚恳得很 我已经在明月小区 旁边还有三位主管 不急 不急 我们在会馆这边 等罗坚查史你 挂了电话 周正永看向乌通 笑道 乌通 走 去你们这扬州 极限会馆看一看 是 会长 乌通连跟随 整个明月 小区很快就沸腾了 罗坟市 新一任的江南基地市 极限武馆监查史 这消息 以惊人的速度 一传实实传百 除了不在小区的 其他大多都知道了 所有人都激动震撼不已 联想到之前的飞行战机 才恍然大悟 难怪罗坟能买飞行战机 原来是成了监查史了 要叫监查史 别罗坟罗坟的大呼小叫 监查史 今年才二十吧 算周岁 也才十九周岁 还没结婚呢 有对象了不 没听说有啊 想要跟罗坟加拉关系的 想要给罗坟找老婆的 总之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有 毕竟监查史啊 能成监查史 首先必须是高等战神 且在高等战神中 都是有一定声望的 这等人物放眼全球 都是牛人啊 如果谁有亲戚 嫁给监查史 以后就占大便宜了 极限会馆的 一间会客厅内 客厅内一共有五个人 江南基地市 极限武馆的四大巨头 以及罗锋 而此刻罗锋坐在椅子上 刚才从家走到会馆 小区那一些邻居 污者家属们的态度 让罗锋诧异 似乎一个个热情的不得了 甚至于有人喊罗坚查史 罗锋顿时明白 自己身份暴露了 不过总有一天会暴露 罗锋也有思想准备 罗坚查史 我给你介绍一下 会长周正永连笑道 这三位 就是我江南市 极限武馆的三位主管 这位是诸葛涛 这位是王克凡 这位是余森 见过监察史 诸葛涛 王克凡 余森三人都站起来道 别客气 随一点 都坐 各位算起来 还都是我的前辈长辈 当年诸葛涛前辈 更是帮了我 我感激不尽 罗锋诚恳说道 连超越战神的存在 都见过几位 甚至于跟世界第一强者 红面对面过 现如今再来看看周正永 诸葛涛等人 罗锋就平静随意多了 经过几分钟的交谈 罗锋的随意 让四大巨头 也没那么忐忑 看来 这个年轻人 虽然身居高位 却没那股狂傲之气嘛 四大巨头心中松了一口气 周会长 罗锋说道 监察史应该做的事 我当然会承担 至于江南基地市这边 极限武馆大大小小的事 还是照旧 我年纪轻也不懂 也懒得理会 听到这话 周会长等四人 更是心中喜悦 不过 希望各位也别做出格的事 罗锋表情严肃起来 既然总不让我担任 监察史的职位 我也要跟上面交代 嘴上这么说 实际上 极限武馆总部 发送到自己邮箱的那份 关于监察史职责的邮件 罗锋都还没看呢 放心 罗监察史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为难的 周正永连保证道 如果谁做的事情过分 不用罗监察史你说 我就会教训他们的 没那么严重 罗锋一笑道 我这人还是很好说话的 只是有时候 脾气会暴躁点 年轻人嘛 各位长辈前辈 多多包涵 我有一件事 请周会长帮忙 罗锋说道 罗监察史请说 罗锋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我父母在大涅槃时期 跟诸多亲人失散 我想让周会长帮忙 找寻当年我父母的 表兄弟表姐妹 堂兄弟堂姐妹 还有我父母 是否还有长辈在世 虽然说 父母都是孤儿 可当年那般混乱 父母那时候都很小 谁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是不是还有人在世 这个周会长皱眉道 这个难度比较大 罗锋眉头一皱 周会长继续道 主要是当年那段时间 许多城市都被怪兽攻克 网络瘫痪 许多资料丢失 很多人身份不可考 所以我们极限武馆这边 没办法查 只有通过华夏国政府 那边进行调查 华夏国政府 对民众的资料 还是挺详细的 让政府帮忙 没问题吧 罗锋问道 对华夏国政府而言 罗监察史你的面子 可比我的面子 要大得多 你的话更有用 周正勇笑道 嗯 不过回头我会跟他们说一声 他们一旦知道 这事情是给罗监察史你帮忙的 一定会很用心的 无敌战胜 对五大强国之一的华夏国而言 吸引力也很大 嗯 罗锋点点头 监察史刚上任 按照规矩 我们是得为监察史 举行一场大型欢迎宴会 到时候 会请整个江南基地市的政界 商界 武哲等诸多重要人物参加 连华夏国内一些重要人物 估计也会来 周正勇说道 不知道监察史认为 什么时候举行好 罗锋一正 监察史上任是了不起的大事 当然得风风光光的 藏头缩围成什么样子 罗锋也知道这是规矩 这样吧 我刚回家先安静一段时间 嗯 下个月的一号 也就是九月一号举行宴会 接待各方来宾吧 罗锋说道 一锦还乡 这回到明月小区的第一天太热闹了 晚上罗锋更适合陈谷 张科诸多朋友又一起聚餐 热闹了一场 深夜十一点 一片寂静 罗锋坐在试听室的沙发上 端着一杯茶水 看着试听室墙壁大屏幕上的一份邮件 屏幕上 这份来自总部的邮件 讲述了成为监察史后的诸多责任 嗯 还算挺轻松的 罗锋点点头 在他旁边一个幽蓝色的头盔 正放在沙发上 罗锋拿起幽蓝色头盔 在家使用这意识感应器 最重要的一点是 注意保护自己 因为一戴上幽蓝色头盔 意识就会进入虚拟空间 这样 如果有人来暗杀就麻烦了 不过在基地式范围 屋折小区内 还没人敢这么做 可说明上 还是提醒 小心身体安全 这意识感应器头盔 也是有安保装置 可以检测周围范围内 是否有人进入 别人害怕安全问题 我可不怕 罗锋一笑 身上立即延伸出黑色皮膜 有黑神套装保护 担心什么 安全范围设置 5米x5米 罗锋还是设定了一下 房门窗户早就锁死 一旦有人侵入周围 设定安全范围内 罗锋的意识 会被自动提出虚拟空间 刷 罗锋直接戴上头盔 而那黑神套装 都已经延伸笼罩 幽蓝色头盔 整个人就那么盘膝 坐在地上 仿佛黑色雕塑 进入虚拟空间 战神宫在虚拟空间 精神念识基础 也必须在虚拟空间中才能看 第69章 精神念识基础 这是一个幽静的超大房间 穿着简单白袍的罗锋 突兀出现在这个房间 好大的房间 罗锋忍不住惊叹一声 目测 整个房间的长度超过50米 宽度也在20米左右 挑高5米 也就是说 这个房间的面积 超过1000平方米 房间的正中央 是一张圆形的大床 直径3米 在床的前方 就是宽足有10米 长度达到20米的室内泳池 床 泳池 书桌座椅 豪华餐桌 躺椅 放着瑜伽店的修炼区 超过1000平米的超大空旷房间 被井然有序地分割成很多区域 则则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欢迎你 罗锋战神 一道电子声音突兀响起 吓得罗锋一跳 这是你在战神宫内的私有房间 除了你本人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入你的房间 电子声音回荡在房间内 在战神宫内 你想吃些什么 喝些什么 可以尽观点 这里有现实中很多没有的美味菜肴 罗锋愕然 推销吃喝的 你的书桌上 有两本书籍 一本是战神宫条例 一本是精神念诗基础 祝你在战神宫内玩得开心 电子声音消失 玩得开心 罗锋笑了 这战神宫 是提供给战神们玩乐地方的 书桌 是靠近窗户方向的 整个房间的南边 都是超大的落地窗 罗锋站在落地窗前 透过落地窗看着外面美轮美奂的景色 仙境 罗锋透过窗户看着外面 外面浩瀚无边 云雾弥漫 万丈阳光照射在云雾中 折射出七彩光芒 美轮美奂 虽然知道这是虚拟空间 可是这种100%的虚拟 给人的感觉 是跟现实中一模一样的 不由不让人惊叹 先看看 精神念诗基础 秘籍吧 罗锋走回书桌旁 书桌上放着两本书 其中一本秘籍封面是黑皮的 上面写着 战神宫条列五个大字 而另外一本书的封面 却是黑色中泛着点点星光 仿佛星空一般神秘 上面六个大字 精神念诗基础 这一本秘籍 可是价值三星辰 比王级智能战机 还贵 罗锋拿起这本秘籍 打开开始阅读 精神念力 源自于人的精神 灵魂 肉体是精神的基础 根基 精神念力 只有在人的肉体中 才能孕育 变得强大 正因为肉体 和精神念力关系特殊 精神念力一旦碰触人 动物身体 就会直接穿透 所以 精神念力是无法 直接进攻敌人身体 必须靠媒介 比如刀剑暗器等等 看到这段 罗锋不由点头 的确如此 比如当初自己奔跑 用精神念力附加外力 一般都是作用在盾牌 战靴底部 护臂等物体上 而非衣服上 为什么 因为作战服衣服 从分子的角度考虑 还是有一个个大孔洞的 精神念力 一个个微小粒子 作用在衣服上 很多都会自然而然 穿过孔洞 穿过人身体 是能施加一定的作用力 可是 恐怕只有最强的十分之一而已 而作用在盾牌 战靴根部等地方 却是百分百起作用 精神念力 可虚可识 十 即可蕴含惊人俱力 隔空空物 杀敌于百米之外 噓 可翘无声息 渗透入人心灵 杀敌于无声无息中 聚合无声 变化无常 所有精神念诗 主要分成三种 第一种 隔空空物杀敌 第二种 渗透进入敌人石海 进行攻击 第三种 训兽 罗峰继续翻看 整本书大概二分之一 详细介绍第一种手段 隔空空物杀敌 剩下一半 主要描述第二种手段 渗透进入人石海攻击 至于第三种手段训兽 描述的最少 嗯 罗峰仔细阅读第一种手段 隔空空物杀敌时 一段文字 不由令他眼睛一亮 主修控物的精神念诗 实力提高 可分成念力强度兵器 技巧这三方面 本书主要讲述技巧方面 精神念诗的实力 在技巧能力上 主要看能否同时控制多少兵器 且要保持最强攻击力 比如 一名精神念诗 是中等战神级精神念诗 他控制一柄飞刀 最高可以达到16万公斤的冲击力 他控制五把飞刀 每把都是16万公斤 一共就是80万公斤冲击力 那么 同时控制十把飞刀 每把都达到最高值呢 就是160万公斤冲击力 如果能同时控制20把飞刀 且每把达到最高值呢 就是320万公斤冲击力 能保持最强攻击 控制的暗器越多 那么 这名精神念诗自然可以发挥更强的实力 下面就着重介绍 怎么样提高控制暗器的数量 且保持每一柄暗器威力保持最高值 罗锋看到这段话 完全震住了 对 控制飞刀数量 那幻魔卡特兰 只是一名中等战神级精神念诗 却能同时控制九把匕首 且每把匕首都是最强攻击力 而罗锋 罗锋已经是高等战神巅峰了 却仅仅只能控制六把飞刀 在控制数量上太少了 我自己没把飞刀 都能保持超过50万公斤冲击力 六把 就是超300万公斤冲击力 如果我能控制十把飞刀 超过500万公斤 控制20把飞刀 就超过1000万公斤 天呐 超越战神的存在 恐怕也挡不住吧 罗锋激动万分 随着阅读 罗锋才知道 保持最高值威力 每增加一把暗器的难度 何等的大 罗锋能在没特殊修炼情况下 控制六把 算天赋高了 幻魔卡特兰 人家可是修炼数十年了 才达到九把匕首觐键 只是幻魔卡特兰 没这本精神念诗基础 秘籍指导 走了不少弯路 地球上 能超过十把飞刀的精神念诗 都不超过一只手 二十把飞刀 这是地球上所有精神念诗 都要仰视的一个高度 难怪一本秘籍 就价值三星辰 而且还只能在虚拟空间中看 罗锋越看越是惊喜 看来 每提高一把飞刀 很难 可是 毕竟有着修炼方法 只要按部就班修炼下去 总会有进步的 看完控物攻击片 罗锋热血沸腾 继续看精神攻击片 哦 精神念力在自己尸海中 会增加一层威力 而精神念力 渗透进入别人的尸海 不但没有加成 反而会受到对方尸海的压制 削弱一层 罗锋难难道 也就说 想要硬碰硬 直接灭杀对方 精神念力强度 最起码比对方要高三层 高等战神精神念师 精神念力 进入一名初等战神精神念师 尸海中后 会受到尸海压制 而对方却会有振服效果 双方会变得差不多 只有高三层 才能击杀 什么 普通舞者的精神念力 也很强 罗锋看到 下面描述 大吃一惊 普通舞者 是没办法隔空空物的 可是不代表他们精神上就弱 实际上 强大的舞者 大多抑制 精神上很强 比如高等战神武者 他的尸海中 也有少量的精神念力 在单纯至上 甚至于不比高等精神念师 差多少 只是量上相差太大 关于精神攻击方面 很复杂 显然地球上 在这方面 成就也不算高 逆集中 一共记载了18种攻击方法 有迷梦 幻魔眼精神 追刺阵魂 诸多秘法 名气都不小 足足18种 杀人方法是 使用秘法令对方分神 然后隔空控物击杀对手 先施展秘法 再隔空控物 罗锋暗叹 对这所谓的精神攻击 有点失望 不过那18秘法 罗锋还是准备休息的 继续阅读第三篇 训兽篇 书籍中记载 通过精神念力 是可以驯服怪兽的 现如今 地球上驯服怪兽成功的 足足有九位精神念诗 不过驯服怪兽的方法 只是记载了一种 心灵交流 一种很委婉的 和怪兽交朋友的方法 合拢上书集 罗锋长舒一口气 走到旁边的落地窗户旁 摇看外面无尽的云海 价值三星辰 珍贵 罗锋露出笑容 不过 直 看完后罗锋明白 为什么红那么重视这本秘集了 可以说 看完精神念诗基础 这本秘集后 对精神念诗的修炼 就有了完全的了解 书中有提高 控制飞刀数量的方法 也有精神攻击十八秘法 单单这些秘法 价值就难以估量 也不知道 红到底是怎么搜集到的 如果在一年前 我就得到这本秘集 那修炼到如今 实力恐怕是我现在的两倍 罗锋看着窗外云海 开心不已 努力修炼吧 按照书中描述 高等战神精神念诗 控制飞刀数量 达到一定程度 甚至于可以直接突破 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 主修控物 辅助几招精神秘法即可 罗锋默默道 努力吧 现在已经成为监察使 自己也可以轻松点 安心前修这控物秘法即可 说不定什么时候 自己就能突破战神 该去看看其他战神了 全世界所有的战神 都在这战神宫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罗锋很好奇 地球上的战神 一共有多少 第七十章 三千五百一十六 罗锋站在书桌前 打开战神宫条列的黑皮封面 里面竟然只有一张纸 欢迎你加入战神宫 战神宫是由第一一掌红 第二一掌雷神 和力创建的人类舞者最强组织 地球上所有的战神 超越战神的存在 都是战神宫一员 战神宫的管理层 也就是战神宫的议会 只有超越战神的存在 才有资格成为议会的一员 而议会 有五大议长 分别是第一议长 第二议长 直至第五议长 这五人是地球上最强的五位强者 就是说战神宫内的地位 分成三个级别 普通成员 一员 一掌 战神宫中 有商城拍卖厅擂台广场试炼塔 诸多功能 等待着你自己去发现 就这么短短的一张纸 看完后罗锋笑了笑 就走向衣柜 换了一身休闲衣服 推开门便出了房间 沿着走廊通道 很自然走到了战神宫的外墙廊道上 这条外墙廊道 足有九米宽 站在宛如城墙的廊道上 趴在城墙上 俯瞰下方 下方是整个战神宫 一个超大型的广场 广场上有足足九个擂台 广场外面呢 轰隆隆 黑暗一片的滔滔浪潮 一次次撞击在那广场护墙上 诺大一个战神宫 就仿佛是无尽黑色海洋上 悬浮着的 一座巨大宫殿 谁设计的 而这一面却是无尽的海洋 罗锋摇摇头 你好 一道声音从后面响起 罗锋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一名高个子的白人男子 正笑着伸手道 我叫弗拉洛蒂 罗锋 罗锋也和对方笑着握手 夸赞道 你的汉语不错 谢谢你的夸赞 弗拉洛蒂一脸笑容 罗锋先生 看起来你很年轻 而且 我在这战神宫 也是第一次见到你 我弗拉洛蒂别的不说 现如今地球上的战神 99%我都认识 罗锋先生 应该来这没几次吧 罗锋惊讶 看了眼前人一眼 认识地球上99%的战神 或许是夸张描述 可也说明眼前人的自信 我是第一次来 罗锋微笑道 哦 第一次 弗拉洛蒂眉毛一线 脸上有着一丝神秘笑意 等会儿可有一个惊喜哦 惊喜 谈话间 罗锋和弗拉洛蒂 这两位战神 就已经走到了通往一层大厅的旋转楼梯口 罗锋他们的位置 是在三楼 距离一楼大厅地面 大概在十余米 而整个一楼大厅挑高 却是达到三十米左右 长宽更是超过一百米 这大厅 比一般学校的操场 都要大线 这么一个超大的一楼大厅中 放着大量的沙发座椅 最起码有数千个座椅 而现在大概有近千人 都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喝着酒聊着天 这么多战神 罗锋不由秉息 能近战神宫的 最起码也是战神 而眼前下方就近千人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来 最大规模一次见到战神 也就是在精英训练营 见到几十人而已 而在江南基地市 能碰到一个战神 都是很难得的 罗锋先生 平常战神分散在各地 难得碰到其他战神 所以战神们 很多都经常来战神宫 在这喝喝酒聊聊天 也算交朋友 弗拉洛蒂说道 嗯 罗锋忍不住点头 这是地球上 所有战神的集散地啊 沿着螺旋楼梯往下走 罗锋边走边看着 下方整个大厅 除了众多聊天的战神外 还有一些容貌 气质都算上绝顶的服务员 大概上百人 专门为这些战神们服务 而在大厅墙壁上 有一巨大显示屏 上面有一个数字 3515 这3515 是什么意思 罗锋心中疑惑 啪 这时候 罗锋 弗拉洛蒂也走下楼梯 当罗锋一脚踩在一楼大厅 那光可见人的地砖上的时候 整个一楼大厅都猛的一暗 从原本柔和舒适的光线强度 变得昏暗起来 之前舒缓的音乐 也瞬间消失 嗯 罗锋疑惑得很 旁边的弗拉洛蒂脸上 却露出一丝笑意 刷 原本正在交谈的所有战神们 几乎是齐刷刷的 朝楼梯口看来 目光扫过弗拉洛蒂后 几乎都看向罗锋 当 随着一道仿佛让人灵魂 都一颤的清脆声音 整个大厅内 立即响起响亮 热情 充满喜悦的音乐声 音乐声回荡在整个大厅中 这豪奢大厅内近千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战神们 都站了起来 有的都拍起手掌来 他们中 有为政府效劳的 他们中 有隐藏于黑暗中的特殊人物 他们中 也有在生死间 长期厮杀的雇佣军 他们中 也有安心饮事 享受生活 教导徒弟的 他们是整个人类社会 最精英的一群人群 最富裕的一群人群 他们站在了 人类社会的金字塔高层 刷 一道淡淡的亮光 照射在下方罗锋身上 战神宫 迎来新的一位战神 他的名字叫 罗锋 粗狂地宛如天神的声音响起 在这声音回响的同时 大厅上方出现了三维虚拟投影 投影上出现了立体的大字 姓名 罗锋 国籍 华夏国 等级 战神级 高等 简简单单的三行字 每一个字都是立体的 仿佛石头雕刻而成 悬浮半空 人类社会的战神总数 自此再增加一位 达到3516位 那雷神般的声音 回荡在大厅的同时 大厅墙壁上 那巨大显示屏幕上的 3515的数字 刷的 就跳成了3516 同时 原本热情 喜悦的音乐声 开始减弱 直至不可闻 照射在罗锋身上的光亮 也消失 一切恢复平静 这 罗锋哭笑不得 看向身侧弗拉落地 这个弗拉落地肯定知道 就是眉先提醒自己 每个战神第一次到来 虚拟空间都会主动介绍 并且欢迎这位战神 弗拉落地一脸笑容 没想到罗锋先生 你虽然是新晋战神 却竟然是高等战神 真的很让人钦佩啊 而战神宫中 近千名战神 坐在自己位置上 和自己朋友们都议论起来 不少人都议论这位罗锋 整个地球的战神 一共3516位 高等战神 也就数百位而已 新晋战神是高等战神 的确很少见 罗锋 罗锋 连续几道声音响起 六道人影都从那远处 嘎拉一处座椅上走了过来 罗锋惊叉看去 这六人 竟然都是自己认识的 这六人 都是精英训练营的老师 虽然没自己的老师江方 可其他人自己也算认识 其中就有当初 带自己去训练营的战神杨辉 杨老师 维特老师 罗锋喊道 喊什么老师 你已经毕业 真正带你课的又是江方 喊我们名字就行 杨辉笑道 其他几位来自精英训练营的老师 也都笑着点头 弟子实力再高 也得尊敬老师 不过 在训练营中 每个学员都只有一个老师亲自带 罗锋是江方带的 现在罗锋毕业 地位又高 也就江方承受的起义生老师 其他人虽然和罗锋认识 却并没有教导罗锋 当然没必要那样 罗锋 你来着 按照老规矩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杨辉热心笑道 其他老师也笑着站在一旁 响彻整个大厅 大厅内喝酒聊天的近千名战神们 都转头看来 见是杨辉等一群人 也都饶有兴趣地看着 其实在这种场合 一般没点背景的战神 是不敢这么大呼小叫的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 杨辉朗声笑道 我旁边这位 就是我极限武馆由管主亲自点名 指派的江南基地市这边的新一任监察室 华 一片哗然 极限武馆贵为地球上最强武力组织 单单看他们一个组织 除了管主红室地球上第一强者外 其挥下三大轻卫 五大巡察室 那可是足足八名超越战神的存在 可以说 极限武馆的精英力量是最强的 一般组织 在一个基地市 能安排一位战神主持 就算不错了 而极限武馆高手众多 要想在江南基地市这种大型基地市 当监察室 必须是高等战神中 都很有分量的人物 不单单这样 最高层对罗锋兄弟的评价 可是无敌战神 杨辉满脸笑容 大家可得和罗锋兄 多亲近亲见 此话一出 整个大厅都沸腾了 无敌战神 地球上的高等战神才数百人 能有李耀娜等水准的 也就一百人的样子 而有幻魔卡特兰的 不超过五十个 至于有资格称得上 是无敌战神的 也就十几人罢了 这十几人 或是刀法达到害人地步 或是身法 或是精神念力 总之 都有纵横无敌的绝招 每一个 都是地球上大佬级人物 罗锋 杨辉低声和罗锋笑道 你不会怪我吧 罗锋一笑 他也懂规矩 极限武馆 为了让麾下 重要高层阵的驻场 一般是会帮忙 主动宣传的 比如那所谓的 评价无敌战神 就是一种主动曝光 而且 极限武馆最高层的 实力评价 在全世界 都是很有公信力的 走 我们去那边坐 杨辉笑道 罗锋 这边吃的喝的 绝对是美味 顶级美味 其他战神老师们 也在旁边说着 在这战神宫 来自极限武馆的战神 当然自然而然抱成团 而整个大厅内 却是议论纷纷 不少人看向罗锋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罗锋 无敌战神 在战神宫的一次主动亮相 绝对会以最快速度 让全世界都知道 第71章 精神 意志 大厅的一角 罗锋 喜欢吃什么 今天你第一次过来 我请客 杨辉笑着 将旁边服务员手中的菜单 结果 递给罗锋 哦 罗锋好奇结果 整本菜单打开来一看 这每一种酒水 菜肴 都用中文 英文分别描述 且在后面 用地球币 华夏币 美元 欧元 卢布 苏俄国 卢比 印度国 写出价格来 一杯酒 近十万块 这什么龙干 八十八万块 嗯 一般菜肴还行 一样十万华夏币左右 罗锋心中一惊 不由笑着朝旁边几位战神 笑着道 各位 这战神宫我第一次来 不过我得说 这里的菜 还真够贵的 虚拟空间的菜肴美酒 都是虚拟的 谁想价格 却比现实中还贵 是贵 可没办法 旁边的战神老师布拉德 摇头用略显别扭的汉语感叹道 整个战神宫 就只有一家卖吃喝的 不然 你没地方买 不过 虽然是虚拟空间的食物美酒 可百分之一百虚拟 真实感和现实中吃喝一样 如果不求吃饱肚子 单单为了吃美味 也算值 正常几个战神 随便点一些九十 就得上百万华夏币 如果说一次丰盛宴席 怕得上千万华夏币 也只有地球上最富裕的一群人 战神们才能这么消费 一般富豪 恐怕都不敢这么奢侈 对战神们而言 就算为某个组织服务 一年薪酬五十亿华夏币 是很正常的 这里的菜肴再贵 对战神也算能承受 像罗锋 这等战神中最巅峰的强者 猎杀一头暴龙 铁甲龙层次的怪兽 就是一百多亿 还在乎一点吃 味道 的确很 罗锋忍不住夸赞 论美味 现实中 哪能跟虚拟空间比 杨辉笑道 罗锋连问向众人 我一直很好奇 战神宫中 一共有多少一员啊 只要是一员 那就是超越战神的存在 一共五十二位一员 五大一掌 旁边的季涛笑道 五十二位 这么多 罗锋有些惊诧 多吗 旁边的战神老师 维特摇头道 五大一掌之下 才五十二位一员 按照全世界 七十亿人口计算 一亿中平均下来 都不到一个 其中像我们 极限武馆三大 轻卫五大巡查史 就已经占了八个 还有雷电武馆 虽然比我们少点 可雷神麾下 也有六位一员 还有不甘心当人手下 建立雇佣军的一员 就有七八个 还有H2联盟供奉着的 也有五六个 单单这几部分加起来 大概在二十六至三十个一员 维特一口汉语 说得摇头晃脑 然后是五大强国 二十三个基地市 分剩下的二十几个一员 且其中有的一员 孤傲得很 隐士生活 不理会任何组织 像五大强国 每个强国才分到几个 罗峰听得恍然 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 诸多雇佣军 H2联盟 这就占据过半一员了 真正中心国家 为国家效劳的 如华夏国 有三四个一员 算不错了 杨辉一笑 当然 国家实力不容小觑 比如我极限武馆的巡查史 就有华夏国籍的 虽然名义上属于极限武馆 可如果华夏国请帮忙 还是会出手的 罗峰点头 一名议员 或许受H2联盟供奉 或许当雇佣军 可不代表关键时刻 不帮祖国 毕竟是祖国 所以 明面上一个强国 会一下才三四个议员 可无形中 一个强国完全能召集七八个议员 罗峰 等会儿我们去战神宫商城逛逛 怎么样 战神宫内的物品 杨辉提议道 罗峰心中一动 连道 这边 有拍卖听的吧 当然有 旁边季涛拿着酒杯 兴奋到 每月一次的拍卖 那可是很有意思的 全世界超过九成的战神 那天都会来 你要知道 全世界再大的拍卖行 也很难集结全世界各方势力 只有战神宫这边能做到 罗峰点头 各大基地市 特别是个大洲之间 海洋相隔 交通唯有飞行客机 很麻烦 战神宫 却是让全世界各方势力强者 齐聚在一起 这里拍卖 效果最好 所以 有很多特殊物品 杨辉解释道 我们也可以放东西 去拍卖 不过拍卖有条件 拍卖物品最低价值 为十亿华夏壁 高不封顶 有生命之水吗 罗峰直接问道 今年前七个月 有五个月 都有生命之水的 杨辉介绍道 我记得不错的话 本月的拍卖会 也有生命之水 罗峰一喜 随即疑惑 生命之水这么多 美利坚政府 不是想体现 生命之水稀少吗 美利坚政府 怎么拍卖 这么多生命之水 罗峰疑惑问道 生命之水 也就是在外界显得珍贵 杨辉不屑一笑 今年下半年 有一场公开的拍卖 是面对所有物者的 只有一份生命之水 可是 这里是战神宫 在这战神宫中 每个月都有拍卖 大量物品的 价值数十亿 上百亿的物品 多的是 那美利坚政府 如果一年只卖一份 生命之水 才赚几个钱 在这战神宫拍卖 外界又不知道 多卖点 他不是赚钱更多 杨辉笑道 罗峰点头 前几次拍卖 大概多少一份 罗峰询问 起拍底价为 100亿华夏币 最后中标价 大概在200亿华夏币 左右一份 杨辉一笑 那外界公开的拍卖 或许能拍到300亿 可是战神宫内 没人是傻子 再贵就没人要了 罗峰心中暗喜 不同的社会圈子 接触的东西 的确不一样 战神宫集结地球上 所有战神 的确是一个 非常大的消费市场 如生命之水 美利坚政府 想靠他赚大钱 只要在战神宫内卖掉 这个月什么时候拍卖 罗峰问道 还有几天而已 8月15号拍卖 杨辉说道 这拍卖 每个月一次 都是每月15号 罗峰点点头 8月15号 弟弟终于能站起来了 只剩下几天而已 这战神宫大厅内 时而就有人沿着楼梯来 哪个是罗峰 一名花白头发老者 走到一群朋友位置处 坐下 低声问道 在南边 跟杨辉几个坐在一起的 一名精壮的光头汉子 低声道 看到了吧 极限武馆那几名战神 都在跟那罗峰交谈 自从罗峰之前曝光后 各方人马 就立即悄然通知自己人了 那年轻人 花白头发老者仔细看了看 点头道 气度是不一般 你看那眼神 眼睛为心灵之窗 一个普通人 如果精神好 眼睛会很亮 而如果精神为敏 眼神也会浑浊暗淡 而作为精神念师 潜藏时 眼神深邃 如让人看不透的深谈 而暴怒时 单单一个眼神 就足以令若小武者振战 所以 精神念师 一般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那是精神上格外强大导致的 找个时间 跟他好好接触接触 花白头发老者低声道 将来 我们有难处 也能请他帮帮忙 对了 刚才我来时 查探到极限武馆那边 请政府这边帮忙 查找一下罗锋他父母的一些亲人们 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接触他的好机会 我们也处处理 嗯 其他几位战士 也都点头 我们十一处 有罗锋帮忙 以后许多事情 就简单多了 花白头发 老者露出一丝笑容 罗锋受到极限武馆 最高角色层评价为 无敌战神 这消息传播极快 远在欧洲的李奥 维尼娜夫妇 也是第一时间 就得到朋友的通知 一座幽静别墅的大厅内 李奥 维尼娜夫妇 正静静站在那等待 那位前辈会见我们吗 维尼娜低声道 一定会的 李奥目光冰冷 站在那 维尼娜见状暗叹 自从误导一役后 李奥刚回来的时候 疯狂喝酒 歇斯底里 后来酒醒后 李奥更是变得 整个人陷入仇恨中 总是在想着要报仇 连看人的眼神 都让别人感到恐惧 可是 想杀罗峰 他们没那等能力 两位 楼上一位穿着西服的老者 但莫道 主人在上面 等你们 李奥 维尼娜 都是精神一阵 随即连沿着楼梯到了二楼 那名西服老者冷漠道 跟我来 直接将二人带到一个静室内 打开静室门后 那西服老者就默默走开了 李奥 维尼娜二人 却都是深吸一口气 才步入进去 静室内一片空旷 只有淡淡的檀香 弥漫在静室中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正盘西静坐在静室中 披散的长发 已经到了腰部 整个人就仿佛一节枯木 没有丝毫生机 前辈 李奥攻身道 演艺员 维尼娜也攻身 坐下 低沉声音传来 花白头发老者 睁开眼看向李奥 维尼娜二人 这老者的眼神浑浊 就仿佛即将死去的老人一般 根本就没有一点强者的气势 可是李奥 维尼娜二人 却一点不敢怠慢 李奥却直接跪在地上 猛地磕了一个响头 眼泪滑地就流下来了 小兔就 怎么回事 什么事能让你哭 老者很平静 前辈 李奥咬牙 低沉道 我唯一的儿子 被一个叫罗锋的年轻人 给杀了 我想报仇 为我儿子报仇 只是 知恨我李奥无能 这罗锋已经是无敌战神实力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 我的儿子 李奥双拳紧握 手指都掐进掌心中 整个人身体在微微发颤 我李奥父母早亡 没任何亲人 我不会在乎时间任何其他 可是我的儿子 突救李奥 声音都颤抖起来 他很凶残 博得突救外号 那也是孩童时期 在大涅槃时期的特殊经历 令他变得凶残 自私 可是在内心深处 他极度渴望亲人 唯一的儿子 他唯一的执念 培养了二十多年 那股感情已经深入心灵 欲是凶残 自私 冷漠的人 如果重视某段感情 比感情丰富的人 还会疯狂 因为 这是他们唯一的执念 我恳请 前辈 能够出手击杀这罗锋 我愿意今生今世 给前辈 维奴维扑来报答 李奥磕头 头埋在地上 老者默默看着李奥 李奥就这么头埋在地上 等待老者的答复 旁边的维尼娜 也连磕头 你我也有一段交情 说吧 这罗锋什么来临 老者低沉道 李奥依旧头埋在地上 回答道 罗锋 高等战神巅峰精神念师 十九周岁 江南基地市扬州成人 现在是极限武馆一方高层 被任命为江南基地市 极限武馆的监察室 老者眉头微皱 我没法帮你 老者低沉道 李奥猛地抬头 难以置信看着老者 在他心中 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他跟这位超级强者 是一同经历大涅槃时期 有特殊交情的 李奥这个人 自私 残暴 却很孤傲 从来没像这位前辈这么求过 因为红 李奥忍不住道 是 老者没有丝毫迟疑 虽然他实力很强 当初都争夺过一掌席位 只是失败了 可是 在地球上 没有一个人是红的对手 红 就是高高在上的神灵 俯瞰所有强者 或许唯有第二一掌雷神 跟红的差距小一点 其他的第三一掌 第四一掌 第五一掌 在红面前 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更别说他沿海了 他虽然跟李奥有特殊交情 却也不至于去得罪红 十九周岁的无敌战神 傻子都能猜出红对其的重视 李奥双拳卧的痴痴直响 只关节惨白 鲜血都从掌心流淌出 他盯着老者 痛苦无比 老者健壮 似乎看到当年大涅槃时期 那个疯狂的少年 心中一叹 你想杀罗峰 不惜一死 老者低沉道 是 李奥声音坚决 那就突破战神 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吧 老者淡漠道 那样 你就有机会杀死他 当然 你得面临红的怒火 红或许重视人才 放你一条活路 可也可能 会一怒之下 将你击杀 李奥目光坚定 请前辈指点 这是我的修炼杂技 有我修炼的方法 同时 也有我突破的经验 老者从怀中取出一本手写书籍 希望能帮助到你 说着就扔过去 李奥伸手接过 记住 突破 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 关键就是 精神和意志 老者闭上眼睛 你们走吧 李奥 维尼娜 都磕头感激 随即离去 第72章 拍卖会 练舞厅中 穿着宽松白袍的罗峰 盘膝而坐 竟然是坐在顿天梭上 离地面保持近半米距离 整个人就这么悬浮在半空 而罗峰的双眸 却是深邃四海 默默盯着前方悬浮着的 12个顿天梭刀片 随着心意操控 只见足足12银灰色刀片 正仿佛跳舞一般开始在周围 进行挑动 宛如12个精灵 绕着罗峰 如果将这12刀片诡计记录下来 就能发现 这是非常精妙 复杂的迷宫般图形 诡异的是 12个刀片的速度 时而加速 时而减速 一次次交错而过 眼看着要碰撞 可就是没碰撞到 刀片闪动间 时而缓慢 时而飙升超过音速 是 其中两个刀片 彼此擦了一下 失败了 悬浮在半空的罗峰 一直表情很平静 可此刻却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我的天赋似乎还真不错 刚开始 就能演练 天神屠戮的第二幅图 不过 要再短短三 两秒 将第二幅图全部演练完毕 难度真高 难度高 才有挑战性 天神屠戮 是 精神念试基础 密集中 关于空物流精神念试的 一种训练方法 上面足足有99副屠戮 可是按照密集中描述 现在地球上最强的精神念试 也只能演练到第18副屠戮 罗峰很疑惑 既然如此 那么后面的屠戮是哪来的呢 修炼 天神屠戮 真累人 罗峰甩甩脑袋 高声喊道 开启投影 顿时 练舞厅中的投影机 立即照射出光柱 照射在白色墙壁上 出现了巨大的电脑屏幕 视频聊天 罗峰喊道 连接徐星 嘟嘟嘟 屏幕视频 已经开始发出申请 这个时候 是上午快十点 现在又是暑假 徐星应该能上网的 罗峰等待着 过了大概半分钟之久 视频才接通 华 墙壁巨大屏幕上 出现了穿着睡衣 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杯的徐星 头发随意披散着 似乎有些困 罗峰 徐星努力睁开眼 不会吧 现在是上午十点 你还在睡觉 罗峰惊诧笑道 什么上午十点 现在是晚上 徐星无奈道 晚上 罗峰一愣 徐星似乎有些清醒了 连道 我现在在美利坚这边 不在国内 国内虽然是上午 可我这边都是晚上了 罗峰恍然 咦 罗峰 徐星透过视频 惊讶看着罗峰 看你后面的背景 不是澳洲大陆那种荒芜地方 在澳洲大陆的时候 罗峰也曾经跟徐星聊过天 可那时通过通讯手表聊天 视频照到的 一般都是洞穴 山石荒芜地方 我回来了 在江南基地时 罗峰笑道 回来 徐星更是吃惊 你不是说在澳洲大陆要一个月吗 要早知道你回去 我就不来美利坚这边了 徐星似乎有些不甘 的确 自从罗峰去精英训练营后 他们两人就一直没有在现实中见面 一直是靠视频聊天 如果知道罗峰回来 徐星怎么会去美利坚 这么想我 罗峰调戏一句 切 徐星鼻子一皱 故作不屑 立即转移话题 这次回来多久 我在美利坚这边 大概还要一个星期 到时候才能跟随家族的团队 一起乘机回去 这次回去 我爸妈他们 还要我 参加一个重要宴会 9月1号的 说是迎接江南基地市 极限武馆 新院监察室的宴会 那天我都开学了 我爸妈非要逼着我参加 罗峰眨巴一下眼 似乎 徐星还不知道 这新院监察室是谁呢 新院监察室 很了不起啊 徐星 你知道新院监察室是谁不 罗峰强忍笑意说道 不知道 监察室 反正应该是 某个特厉害的强者吧 可跟我有什么关系 徐星似乎对监察室 也没兴趣谈 连道 对了 这次 我来美利坚这边 可是受了一肚子气啊 罗峰 你是不知道 我这次 8月15号 战神宫每个月的15号 都会进行一次拍卖会 而这一天 全球超过九成的战神们 都会聚集过来 参加这一盛会 华夏时间19点45分 虚拟空间 战神宫的拍卖厅中 拍卖厅的布局 类似于歌剧院 整个成员形 拍卖厅的中央 就是物品展台 而展台的四周 就是环绕着的大量座位 一共有5000座位 而此刻拍卖厅中 已经是人山人海 战神们三五成群聊着天 悠扬的音乐声 回荡在整个拍卖厅内 罗峰 罗峰 这边 穿着简单休闲服饰的罗峰 进入拍卖厅的时候 极限武馆的一群战神们 不少人都挥手热情喊道 罗峰先生 您好 走在拍卖厅的走廊内 两边大量座位上 都坐着战神 或是黑皮肤的 或是黄皮肤 白皮肤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战神们 显然对罗峰非常的友好 罗峰也是笑着点点头 很快就来到 极限武馆战神们的 一大快区域 浩浩荡荡 极限武馆的战神数量 的却算是浩浩荡荡 占了一大片位置 肉眼看下去 最起码有几百号人 不愧是天下第一精英势力 战神数量 一员数量 都是最多的 罗峰暗存道 嗯 罗峰一眼看到一道 穿着紫色衣服的 亮丽身影 连走过去 江芳老师 罗峰 嗯 江芳笑看着眼前的学生 他只是认为 罗峰在刀法身法 等方面很不错 可没想到 他这个学生最惊人的 却是在精神念力方面 现如今 一下子就成了无敌战神 更是担任江南基地市 这种大型基地市的监察室 江芳也不有感觉 世事无常 变化太快 监察室 地位也有区别的 大型基地市人口两三亿 小型基地市人口 或许不超过一亿 全世界五大强国 二十三基地市 加起来 一共五十二个基地市 人类总人口在七十亿左右 平均下来 一个基地市 人口也就超过一亿而已 江南基地市 显然属于大型基地市 罗峰 坐在这吧 江芳笑着指着旁边 嗯 罗峰也坐在旁边 等会儿拍卖会结束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无管其他战神 我们无管的无敌战神 加上你可是一共有三个的 江芳笑道 在拍卖厅的某一个角落 秃就独蝎夫妇二人 正坐在那 罗峰来了 维尼娜看向远处 看起来挺受欢迎的 李耀冷笑一声 现如今李耀平常的眼神 气质 都可谓是生人物境 坐在李耀旁边的一些战神 过去跟李耀也是老熟似了 可是对如今李耀的气质 眼神 也是不由皱眉 拍卖厅内人山人海 超过三千名战神 出现在拍卖厅中 各位 整个拍卖厅内迅速安静下来 原本音乐声音也消失 刷 一道灯光照耀在中央展台上 一名华裔男子和一名白人 都站在台上 一人用汉语说话 紧跟着那白人 用英语又说一遍 这个月的15号 我们又再次见面了 华裔男子笑道 白人也说了一遍 二人同时一挥手 顿时中央展台周围 浮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物品 非常的多 仅仅片刻又消失不见 本次拍卖会 一共有71件拍卖品 华裔男子笑道 或许这里 就有大家想要的 我也不多说 我现在在这正式宣布 本次拍卖会 开始 第一件拍卖品 是一件艺术品 文森特 凡高1890年创作的名画 夹谢一生的肖像 底价为十亿华下壁 华裔男子话音刚落 在拍卖厅的上空 立即浮现了剧情的一幅名画 在上空缓缓旋转 好让每一位战神都能看到 台下 极限武管一群战神的聚集处 罗锋听到这第一件拍卖品 不由惊讶 江老师 连名画古董之类的 都有拍卖 当然 江方压低声音 小声道 这战神宫拍卖 会是全世界最大拍卖会 不单单是战神参加拍卖 战神的背后 代表着各方组织 势力 所以 各种各样的珍奇宝物 都会拿到这拍卖 像名画古董之类的 只有最顶级的 才有资格拿来拍卖 一般名画古董 根本达不到十亿华夏币的底价 罗锋点点头 其实大涅槃时期 对历史传承的诸多古董名画等等 是一次非常可怕的打击 很多古董名画 在人类逃亡中 都一时所患 所以现如今 人类社会 以基地式形式安定下来后 这些古董名画之类 价格反而都很高 第六件拍卖品 是一组A级基因药剂 一组共十份 底价为十二亿华夏币 罗锋就在那边听着 一次都没出手 终于 第三十九件拍卖品 一份生命之水 底价为一百亿华夏币 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一直都很平静的罗锋 眼睛亮了起来 只见拍卖厅的上空 也出现了试管装好的生命之水 终于来了 罗锋双眸 锁定半空中的生命之水投影 第七十三章 早晨 生命之水 在全球一直有市场 只是需求量并不大 因为买得起 又是残废的武者 数量比较少 所以 美利坚政府每年卖出一定量的生命之水 也算细水长流来赚钱 一百一十亿 拍卖厅内某一个角落 响起声音 刷 中央展台旁 立即出现一名战神的投影 这战神脸上 还浮现一丝笑容 拍卖厅下 立即出现刻意压低的一轮声 一百一十五亿 又是另外一道声音响起 中央展台上原本的战神投影消失 出现了另外一名黑人战神投影 一百二十亿 声音刚落 展台上方出现一道人的投影 是一名华人青年 看起来很年轻 正是罗锋 顿时原本刻意压低的议论声音 一下子变得大起来 很多人都对这位新进战神 且是无敌战神的罗锋 充满好奇 一百二十亿第一次 展台上华裔男子喊道 旁边白人也喊一声 一百二十亿第二次 一份生命之水 现在价格是一百二十亿 有没有更高的 那华裔男子连喊道 过去生命之水 一般都能拍到二百亿华夏币左右的 台下 罗锋惊诧莫名 低声问道 江老师 怎么没人拍了 江方微微一笑 显得很是娇艳 低声道 罗锋 整个地球上的无敌战神才十几人 而你又是第一次叫价拍卖 这第一次 大家都会给你面子 除非非常想要 否则一般是不会跟你争的 战神宫 是战神们结交朋友的地方 特别对无敌战神 以及一些极为强大的 如幻魔卡特兰层次的战神 其他战神都不会轻易得罪 比如罗锋第一次竞价 就来争 就太不识去了 一百二十亿第三次 恭喜罗锋战神 华裔男子笑道 拍卖厅某一角落 秃就毒蝎夫妇 只是冷着一张脸看着 你拉着我干什么 维尼娜不满看向丈夫 刚才维尼娜准备报价的 哼 扑就李耀冷哼一声 低声道 不就一份生命之水 你提价又有什么用 太贵他不会买 回头他照样 可以直接联系 美利坚政府那边购买 最多让他 多出几十亿而已 没必要为了几十亿 让这罗锋注意到我们 现在 这罗锋志得意满 就让他得意吧 等我突破 李耀声音很低 维尼娜不由点点头 对 现如今扑就毒蝎夫妇 根本就惹不起罗锋 他们在江南基地时的家也不回 一直待在欧洲 就是想折服 好好准备 准备将来对付罗锋 生命之水 终于到手 罗锋心中激动 或许论价值 顿天梭 是一份生命之水的成百上千倍 可是得到顿天梭 自己心中更多是好奇 期待 而没有现在这么激动 一百二十亿 对现如今的罗锋 算不了什么 可生命之水 代表着弟弟可以站起来了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终于成功了 罗锋心情激荡澎湃 回头看看 有没有机会弄到第二份 给张哥也弄一份 罗锋暗道 当初就是因为自己 跟张泽虎的仇怨 令张泽虎所在小队 偷袭自己小队 导致张科断臂 面对张哥的时候 自己总是有着一丝内疚 现在自己有能力了 弄一份生命之水 对自己的确不算什么 更何况 本来自己就计划三百亿买一份的 现在一份才花一百二十亿 再搞一份 估计加起来比三百亿多不了多少 一件件拍卖品被拍卖 虽然效率很高 可毕竟足足71件 就算每件拍卖品两三分钟 也有三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第58件拍卖品 蜘蛛类的王级怪兽 黑寡妇猪王遗留的蛛丝网 金线网一份 长为8 3米 宽为6 1米 底价为50亿华下壁 随着华裔男子的声音 展台上空 也出现了一张大的金线网 60亿华下壁 70亿 这次报价似乎不少 本来不想拍卖的罗锋 不由也喊了一声 80亿 因为跟里奥一战 罗锋本来计划着 去订做一套SS级材料的鱼网 估计花费在两三百亿左右 可是现在发现这金线网 罗锋也非常的满意 金线网 是蜘蛛类王级怪兽 黑寡妇猪王遗留的 而黑寡妇猪王 是以毒出名 而非猪王出名 它吐司产生的金线网 一般是困不住王级怪兽 比SS级材料的鱼网要差些 可是却比九系材料的鱼网要好 蜘蛛类怪兽中 王级怪兽 一共有两头 一头是格莱斯猪王 以吐司结网出名 一旦被它的猪王给缠住 就算是王级怪兽 也很难幸存 一头是黑寡妇猪王 以毒出名 一旦中了它的毒 超越战神的存在 都会被毒死 这时候 如草木之林百露草 就有用武之地了 黑寡妇猪王当然也能结网 名为金线网 比格莱斯猪王节的死网要差些 金线网 虽然困不住王级怪兽 可王级怪兽 也得耗费大力气 才能破坏逃出 用它对付战神级 领主级 是手到擒来 罗锋很满意 坚韧程度比SS级材料差 可是用起来 却会更舒服 90亿 95亿 这次显然大家 没再顾忌罗锋 第一次给了面子就行了 96亿 98亿 战神们出价增幅都很小了 100亿 罗锋喊道 展台上空的人影 也换成罗锋的模样 旁边江方低声道 罗锋 SS级材料制作成的网 也就两三百亿左右 这网 最多不超过120亿 再多就不值了 100亿第一次 100亿第二次 100亿第三次 恭喜罗锋战神 华裔男子 爆出最终结果 这次拍卖会 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罗锋从中得到 一份生命之水 一份金线网 耗费220亿华下币 等拍卖会结束 罗锋也被 极限武馆的 一群战神们拉着 到了那大厅 聚了一聚 认识了极限武馆 一些名气特大的战神 罗锋先生 您好 当罗锋离开座位 要走回自己房间的时候 一名大胡子白人 笑着走来 你好 罗锋有些疑惑 我叫奥罗拉 美利坚十一区负责人 罗锋先生 您买下的生命之水 是我提供的 这位大胡子白人 微笑道 我们到旁边 喝一杯怎么样 罗锋不由心中一动 就是他提供的生命之水 哦 可以 罗锋微笑道 旁边的大胡子奥罗拉 不由开心笑了 一般特厉害的战神 如罗锋这层次 想要结交罗锋的人 太多太多 所以 大多数人 罗锋是很少理会的 奥罗拉也是借着 提供生命之水的理由 才拉近彼此关系 双方坐下 交谈的也算都很开心 奥罗拉先生 我想再跟你 买一份生命之水 可以吗 罗锋说道 哦 生命之水 是政府那边的 我需要提交申请 奥罗拉有些迟疑 我不会让你为难 我愿意出200亿的价格 罗锋开口道 哦 奥罗拉连笑道 罗锋先生 是我十一区的朋友 虽然有些麻烦 你放心 交给我 就按照之前 你拍卖一份的价格 120亿华夏币 我为你再提供一份 生命之水 他怎么能让罗锋出200亿 毕竟正式拍卖 一般也就200亿左右 所以只有 给个低价 才算建立交情 那就太感谢了 罗锋微笑道 一句话的是 就省80亿 傻子才不干 扬州成名月小区 早晨 八月库下的早晨 还是非常凉爽的 小区内随处可见 一些舞者们在晨练 罗锋也是在小区内散步 呼吸新鲜空气 调整身心 王说 早 罗锋走在路上 碰到熟人 就笑着打招呼 罗锋先生 一道声音响起 嗯 罗锋转头看去 只见两名青年跑了过来 其中一人还背着背包 跑到罗锋面前后 那微微卷发的青年说道 罗锋先生 这是你在战神宫购买的两份物品 你的指纹通过 即可开启合金箱 说着 他从背包中 拿出了通体黑色的合金箱 谢谢 罗锋眼睛发亮 接过合金箱 手指掠过锁扣位置 咔 合金箱开启 里面正是固定好的两根试管 旁边还附有说明书 试管内 有着隐隐绿色的液体 就是它 罗锋深吸一口气 连招自己住处走去 别墅院子里 弟弟罗华正坐在轮椅上 看着院子里的花草 他的双腿裤子空荡荡的 看得让人心酸 小枫 这么早就回来了 屋内母亲公星兰笑着走出来 嗯 罗锋点点头 小枫回来了 红果 一起吃早饭 公星兰喊道 父亲罗红果也从屋内探头外来看看 不由惊讶 看向罗锋手中的合金箱子 小枫 这早上出去走一圈 怎么多出一个箱子了 旁边公星兰瞪了一眼 老头子 什么都要问 罗华 罗锋却是看向弟弟罗华 嗯 轮椅上的弟弟 罗华惊讶 看向罗锋 哥 有事 进屋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从今天开始 准备将轮椅扔掉吧 罗华表情愣住 哥 罗锋举起合金箱 拍了拍合金箱子表面 是 是那 罗华眼睛瞪得滚圆 身体都在微微发颤 几乎瞬间眼睛就湿润了 原本握着轮椅有力的双手都哆嗦了 罗锋点了点头 见到哥哥点头 罗华的眼泪滑就流下了 这一天 罗华从小只是在梦里才梦到 而今天 他等到了 这一天 罗锋时时刻刻期盼着 终于期盼到了 别哭 要笑 罗锋自己却忍不住 眼睛也湿润了